中文字幕 你贴谁啊 我要会 我会 有意思 你應該自己寫 不用 不要拿自己 那不行 那先練一練 我怕經驗到達 你也可以 我一看 好 解出了四個字的風雲 你就要念白熙熙是嗎 當然 他解釋而已 我不是寫錯自己的名字 你看我的字體 和陸陸的字體 我就是屬於是有能有角 然後陸陸就是屬於是 撒脫逍遙 我的 哪個劉海棠 我沒有 你兩周哪個對我吧 我這兩周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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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叫做谭台经的蠢货 他曾经 闹了 闹了 扯了 甚至还要想要杀了他 甚至 难心还心 心都屈臣 他就是贱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好运来 好运来 我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不立刻杀到我 你哪有不见他 你起来骂了我 不是他吗 我觉得你都见我们不见得你 生气怎么样发动 那这样吧就从这个地方 他真是见 真是见 他爪子就 太吐了 800格 你过去了之后 然后我马上一收 然后我自己 他也倒了我也倒了 来我们再说一个 就这样子 我这样对你 你还不立刻杀掉 你难道不见吗 这个装气 你想的没 你越想什么 我越不会 你干什么辣 我从无论气 让你死 我为了我的常怨的事情 一点一点 让你丧失 让你死 我 杀了吗 对啊 是什么变态情侣啊 你看看 是啊 你就是见 所以我硬了 我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不立刻杀了 你 你难道不见吗 你是我 你是我 你杀了我 你现在就杀了我 要不然 我每天指教你 诅咒你 也是我 你想的没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就让你解脱吗 不 我会慢慢的折磨你 羞辱你 一点一点的丧失尊严 最后 就你猪狗一般的 爬在我的脚下 摇尾洗脸 你杀了我 停 是不是在一起 对 专业 他是顾的妻子 是顾的王后 他只能跟顾在一起 陛下 我一阵眼就焚了 我一阵眼就焚了 这女的妻女这个妻子 怎么办呀 她要不要变成飞过来 飞过来 那我也可以 我去死 干净 好 请 谭太监 谭太监 我的姐姐 这个叫夜西悟的人 她已经死了 也来让她很安心 可不说 她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只有她 只有她的偶尊 她的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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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了 对 然后是想 对 她的偶尊 巨元神以我的全部交换 即便生生世世 你我 走 好 等下给你走 好来 吃点 不想折磨她 我不想折磨她 我只想对她好 就想她 保护我 守护我 没有 她那些 当我求你 也算是替她求你 放过她 让她体悲的走样 你给的她不想要 她想要的 你从来也不肯成全 她只想 你带你 为此她甚至愿意去死 你难道不明白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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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高兴 准身添水 大吉大利 优酷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云熙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露 白露在剧中饰演的是 三个角色吧 算是有夜西雾 然后香酒 加上黎苏苏 罗云熙饰演的谭台镜 汤酒铭 明夜 是我的一个 事业线的一个主心骨吧 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她 而努力的 黎苏苏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 谭台镜心目中的一束光 她照亮了谭台镜 黑暗 灰暗的人生 她给了谭台镜这种 重生的希望和勇气 导致对了 两位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拍摄的过程 还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融洽 能让整个片场 属于一种非常活跃的气氛当中 我们跟其他的演员关系也都非常好 非常融洽 非常温馨 其实拍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你每天插的场次特别的乱 你得去看前后场 投影 投影 体验了一次这样的爱情是种怎样的感受 就很过瘾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的那种恋爱 有些不敢去发泄出来的一些情绪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剧中 通过这两个角色去发泄出来也好 去真正的爱到死心塌地也好 去嘶吼也好 觉得都可以得到一种释放 我觉得挺过瘾 因为我们其实是就甜的部分 我们会真的觉得哇好甜啊 就是很开心 演出都很开心 然后虐心的部分是真的就是 撕心裂肺 就中场戏的时候真的全景 已经不行了 哽咽了已经在那里 我们俩都是这种 谁的哭戏会更多一些呢 我们动不动才俩都在哭 对对 就是这部戏哭戏异常多 他也有他那边的那个家人那边 或者跟我的虐恋的戏 然后我有我跟家人的 就老哭 说实话我觉得看戏不是说看铺戏有多少 而是看整个故事的结构 以及整个故事剧情是否能够让观众共情 对我觉得长月经营非常的好 拍戏情绪起伏大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吗 会有走不出来的情况吗 还好 露露可能会会有一点 因为露露特别感兴 我觉得他有时候真的说 自己在家看剧本的时候都会看到刘瑞 就真的很感动 不行了我的肩 我觉得我要晕了刚才一下子 等一下 我也好痛 没有其实生起来比较难的一点 是你没有办法做到 完全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演一场情绪戏 它是有鼓风机 然后现场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你还要从事还要吹着风 你还不能平凡的眨眼 其实这个是很考验人的 你们觉得在生活中夜秀的哪个招数比较实用 日情故纵 让他感觉到一点 又不要让他感觉到淋浦 通过这次合作 有发现对方有哪些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 更熟了一点 就是很多点 有些记性的点 说来就来 都没有在走戏的时候走出来过 但是表演的时候就是大家都 哎 他抛的包袱 然后我我接住 我抛到包袱 他他就接住了 所以就很自然 确定 来一 二 明天 正在一 确定 来一 二 走 这是什么 为什么 就是注意我也会在你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哪怕是众多维多 哪怕是魂飞扩散 我也绝对不会放手 以后肩膀上没有 你打了哥 你打什么 停 没有我打了你一小时 看我的控制力 试一下 开始 我要你的东西 我都还给你 全都在做 我爱你 你爱你 感谢 祭原生生丝世 偶狗相见 因为长月静灵 在故事结构上 它有一个非常鲜明 有特色的结构 就是有点像 逆转未来那种感觉 我们必须要构架世界观 它需要有很好的区分 我们剧里面 常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四周三界 其实就是神界 魔界和人界 其中人界又分 人 妖 仙 它是混居杂居在其中的 万川路的 跟神域的那种设计感差不多 其实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的制片人基本上 它已经把我们的项目中 它已经布置好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 根据它的方向再走 造型方面 发了蛮多心思去做 你在哪个阶段 你们是什么样的装造 它是要有很好的区分 它不行身份 不能姓名 我们都要赋予独立 鲜明的造型特点 它生命令我还很完整 这不是 跟所有人关系都团在一起 怎么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演员需要在一起 就把握好 就是现在就把这个接力棒 交到演员手里 交到导演手里 能不能做得最好 就看大家为这个项目 付出了什么 大家快快乐 把这期拍完 这个类型有很多的作品 我们要通过一些剧情新鲜的设计 会让观众对我们保有比较高的这个期待度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量都非常的饱和 几乎每一场戏都是重场戏 因为我们的故事线非常的复杂 阶段性是比较多一些 但对于人物观世上的处理 还有人物情感上的处理 就会比较复杂 我们也会提出我们的求私 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其实这个故事在格局上是可以做很大的 他是有讲天下大义 有讲一个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跟困难的时候 应该要坚持自己的道义 天道在上 你与我的全部交换 你不会在这里陌生 很多的取舍之间 你怎么去贯彻自己一开始的 这个守护苍生的这个想法 宇宙是很宏大的 命运也是很无情的 人在宇宙和命运面前都是很渺小的 但是同时人的爱又势必 这些东西都要更伟大的东西 演员的这个拼搏和努力 是极其不容易的 快一点 快一点 我头疼了已经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感动 演员有一种创作信念感 我们是非常荣幸的 剧剧的呢 不幸虹 就是在一个剧组 可以每一个人都严正以待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就是每天都很坚持 而且因为我们仙侠剧 很多大量的打戏 这个戏我觉得不管是套招 它不是武术 它是所谓的法术 不动 然后往里合 对对 这个人周深 我是法术 我的法术 我们矿检成什么样 把想象形成什么样 这个过程我们先构思好这种东西 而且构思完之后 我们还要给我们那个CG 它这些沙门动漫的部分 我自己作为观众也蛮期待 最后长岳敬明和大家的见面 我都不用花了 就大家在看什么样子 真的拍了都不要 尤其是那些大场面 很有新鲜感 剧情好看 内容好看 人物也好看 感谢长岳敬明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付出的辛勤努力 非常好的一部作品 哈喽 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露 桑九 要给桑九和泥叶安排一日行程 你会怎么安排 哪个人可能 桑九带她去逛一逛墨盒 很多网友评价说 被你的剑击中了新房 那是被桑九的剑 那可不是我的剑 我也被桑九的剑击中了 我觉得桑九我还是蛮喜欢的 那种纯纯的小绵羊的感觉 从波惹浮生出来后 你觉得这一段经历 对两个人情感有什么推动作用吗 我觉得肯定有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它其实就是以 以他俩的视角去经历了一世的 然后在那个故事里面 其实他俩的结局也不太好 我会想说 这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后面的结局了 也会给他俩带去一些感受的 夜席物 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 依稀物和谭台静之间的故事 会是什么词 一种宿命感 我觉得 而且他俩是先杀再爱的 所以是相杀相爱 不是相爱相杀 就是这种 两个人之间的那种 极致推拉是很好看的 白露 如果让你来给罗云熙和谭台静 送礼物的话 你分别会送什么 送罗云熙那肯定是送一套 就是非常上好的那种电脑配置 因为他很喜欢打游戏 就是打台式电脑 或者游戏机都行 那送给谭台静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 手工制作的 比如说吊坠 因为谭台静 他从小没怎么感受到 别人对他的爱 所以这种亲手送的东西 做的东西 可能能让他觉得很暖心 这部戏又甜又烈 拍的时候两个人 有没有特别好玩的事 反正因为我们虐心的戏挺多的 我们经常就哭完了之后喊咖 然后我们俩就经常在那 两个人对着 然后在这一眼的时候 两个人的眼睛红红 眼皮双双 就是双到那种不行 你就眼睛也肿了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对着 哭笑 然后在那说 我也死了 你看镜头了 看完这部戏之后 你怎么理解宿命这个词 我就是一种注定吧 彩蛋 最后给网友们送一个祝福吧 身体健康 知足常乐 怎么办 他们说这个 哎 等等等等 他们说是防水的 这次不会有事了 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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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也算是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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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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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